加萨爆发了人道危机 全球力挺巴勒斯坦的声浪四起 土耳其示威者不满美国偏袒以色列 试图硬闯南部的一座美军基地 遭到警方用催泪弹跟水炮车驱离 而美国华府也出现了大批的挺巴民众 人数预计是多达了30万人 哈马斯卫生当局表示 以色列空袭已经导致了加萨9700多人死亡 包括了4800名孩童 但以色列强调会保护平民 听到这番话 约旦王后直言说这次在侮辱人类智商 面对愤怒的群众 警方以强力水柱驱离 而警方不仅出动多辆水炮车 也不断朝示威者发射催泪弹 但警方越是强硬 民众越是愤愤难平 为了声援巴勒斯坦人 土耳其南部大臣阿达纳 5号有数百人走上街头 不过和平示威很快演变为警民冲突 群众不满美国在尾巴冲突中偏袒以色列 试图运闯美军阿达纳空军基地 但遭到优势警力挡下 首举标语和巴勒斯坦国旗 升进白宫栏杆 美国华府4号也涌现大批示威者 人数估计多达30万人 群众一路游行至白宫大门 要求拜登政府有所作为 别再让加塞人民受苦受难 法国首都巴黎也有将近2万人走上街头 同一时间希腊首都雅典 印尼首都雅加达 以及意大利首都罗马等地 也持续涌现挺拔浪潮 而针对以色列强调会保护加塞平民 约旦文后拉尼亚也再度说了重话 哈马斯卫生当局表示 加塞已经有9700多人死于乙军空袭 当中包括4800名孩童 平民死伤严重 也让以军对加塞的轰炸备受质疑 成为了编译